由花莲县府补助的109年度编号 乡道及市区道路重要路段养护工程 在花莲市公所限地勘查后 以富国路为优先改善的路段 花莲市长魏嘉贤20号上午 前往视察道路整平的改善工程 施作区域从中山路口到庄境路口 魏嘉贤表示 希望透过道路品质的改善 为用路人提供优质的交通环境 施作期间还请用路人留意路况 小心的来行事 花莲市长魏嘉贤20日上午前往富国路 视察道路整平改善工程 由花莲县政府补助的109年度编号 乡道及市区道路重要路段养护工程 在市公所限地勘查后 决定以富国路为优先改善的路段 施作位置从中山路口至庄境路口 长约476公尺 国副里长专万来也到场反映路边泄水的问题 民众反映基础建设 魏嘉贤也一一答复 在整个路段的跑步过程里面 那因为有遇到一些美雨的部分 所以在跑步的过程 有稍微有一点点要注意到人行道 人行的一个安全 所以他们也了解到整个一个状况 在整个跑步完之后 也分阶段来给他做铺设回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段铺完以后 过去一直为人诟病的坑坑巴巴 然后弹跳的路面 那也谢谢里长多次的一个建议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路面改善之后 里长也建议说 是不是暂时不要让民众来申请这样子 或是一些管线单位来做一个深挖的部分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一直希望 希望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但是往往碍于民生用水用电的部分 必须要配合法令 那我们这段会严格的要求 那因为未来我们希望说 跑步完之后 路面都能够恢复平整 那再次感谢我们上级单位的一个补助跟益助 魏嘉贤表示 赴国路尽管线单位开挖后 回天处下线 路面现况年久失修 又有多处坑洞等 因此考量到行进这个路段的用路人 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重新铺设 并感谢施工人员的辛劳 而施作期间将会造成用路人不便 施工所会驻工所业务范围内公共工程 加快施作 尽快为用路人提供优质的交通环境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